大家好,我是阿胖 今天分享一个纯玉米面吃法 真的是一点其他面粉都没有 纯粗凉,好吃还简单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把菠菜 用开水给它焯下水 然后控水捞出 放入凉水中先泡着 再准备一把粉条提前泡软 用剪刀给它剪成段 剪段不要剪得太碎 长一点会更好吃 接着加入老抽 把老抽搅拌均匀 搅好后放一边 再往碗里打入两个鸡蛋 给鸡蛋加入食用盐打个底位 之后用筷子充分搅拌 油锅烧到冒烟后 倒入鸡蛋液 炸成碎点的鸡蛋花 这个时候再用力 挤干净菠菜里面的水分 再切成2-3厘米的长段 菠菜水分多 切好后还可以再挤一挤 挤干净后 再用手把它抓散开 然后倒入 腌好的粉条 和放凉的鸡蛋花 再往里面打入两颗生鸡蛋 然后根据盐味大小加入食用盐调味 再加点13香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往大碗中加入180克纯细玉米面 玉米面用细的会更好吃 再用170毫升烧开的开水把玉米面烫一下 烫过后的玉米面粘合度比较高 口感也更细腻 像这样把它钻成团就可以了 取出电饼称先不要开火也不要刷油 像这样把玉米面给它推开推薄推平整 再盖上盖子用中火烙 大概烙上3分钟 颜色变成金黄色 并且边缘翘起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把我们准备好的菠菜馅料给它倒上来 然后用铲子铺平并按压一下 使其和玉米面更贴合 再用一个糕点的盖子盖上来 这个时候转成大火烙 时间根据自家电饼称实际情况来决定 我大概烙了有8分钟左右 8分钟后拿去锅盖 再敞着锅烙上3分钟左右 烙走水汽 玉米面底部烙到像这样金黄酥脆 就可以盛出来了 听听声音就知道了 底部真的是酥脆酥脆的 而且是浓浓的玉米面香味 这样做的玉米面菠菜糊饼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尤其加入了粉条 口感更是很棒 如果你也喜欢吃玉米面 可以点赞收藏起来 方便下次好查找 我是阿胖 谢谢您观看